我們完全尊重韓院長的議事規則 來去做一個進行 所以說雖然說相對來講 是每一個案子都受到民進黨團的 一個冗長的議事杯葛 那我們也看一下在這個禮拜五 還是持續有排這個 國會三法的一個改革 我們也呼籲真的 三個黨團在某些條文上面 都可以取得共識 並且也支持民進黨團的版本 就代表是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要回應台灣主流民意 就是要做國會改革 既然如此 這個禮拜五的院會 我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 理性的好好的把 國會改革後續的法案 給逐條的來討論 並且如果有沒有共識的地方 就表決 那最終我們希望在這個會期 或者說在這個禮拜的 這一次院會裡面 就能夠達到三讀通過 其實昨天通過最有爭議的是 25條以及47、48條 那尤其47、48條 對於一般民眾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因為他的法條的文字裡面就明確寫到說 法人以及一般的人民如果調查不拒絕或者是 他們要調查你的話是你必須要提供資料的 如果沒有照他們的規定提供資料 是可以處罰你一到十萬 然後是得暗次處罰 國民黨跟民眾黨就是國會的多數 也就是說他們把這個權力放在自己身上 可以對人民以及一般的民間企業來進行查水表 那這樣子的一種法律侵害的是人民的權益 甚至侵害人民的財產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嚴重侵犯基本人權的相關的兩條法律 風燦傳媒 FTNN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 風燦傳媒已經滿一週歲了 衷心祝福 生日快樂 健康吃百里 也期許風燦傳媒不但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風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 感謝由你